央行将于2月5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 经济分别下调支用在贷款 知晓在贷款和在贴线利率各领25个百分点 两部门做好经营性物业贷款管理 满足房地产企业合理融资需求 人设部个人养老金制度将推进全面实施 扩大企业年金复改年 24日下午江西新鱼市鱼水区 一邻街店铺发生火灾 共造成39私酒伤 起火楼宗内有网吧和培训机构 网吧老板起火源头为富一楼商铺 堆积的装修材料着火 广州在停止集中燃放烟花爆竹12年后 春节烟花会演将于2月10日 大年初一在白鹅潭上演 重庆住进非住宅销售利用暂停市 徐县国有企事业单位新建办公用房 建筑面积未超过180平方米的高档住房 无需再缴房产税 北京计划2028年率先实现可重复使用 火箭入轨回收付飞 新疆乌17.1级地震后截至24日20时 已发生余震2013次最大5.7级 23日凌晨山东济南一酒店发生火灾 致四人遇难亲历着 从三楼跳下得以逃生 越南称对黄沙群岛长沙群岛拥有主权 外交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都是中国的领土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当地24日朝鲜向半岛西部海域 发射树枚巡航导弹 韩国2023年11月新生而数不足1.8万个 未有记录以来最低 美国共和党党内第二场初选特朗普54% 圣黑力43% 赢得新韩不是二周初选 欧盟计划2025年发布AI机器人战略 确保负责任守道德并考虑隐私 网络安全透明度问责风险及措施 外媒马里易金矿矿场发生事故 造成超70人死亡 和国家杜马一毒通过刑法点修正案 允许以危害俄联邦安全罪名义 没收财产和剥夺荣誉称号 一再有65名被俘 乌军的运输机在俄边境坠毁 乌美乌军消息人士称 俄军1RF-76运输机器被乌方击落